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是湖北的柳大娃老师 那我们看一下实战中 双方是怎样演绎这场比较精彩的对局 红旗呢 他并没有依照比较常见的布局选择居平二五七炮 那么记得上一期呢 对战双方呢 赵国荣老师呢 是选择了五七炮进商兵 那么这一次呢 红旗大师呢 他没有选择这一局开局 他有意识呢 把这个布局的次序调乱 先马八进九 看你黑方如何选择 当然黑方你这时候 仍然是可以选择马二进商 那么炮八平七 马三进二 这样的局面呢 红旗大师如果走居平二呢 那就还原 那红旗大师如果选择居一进一呢 那就会形成一些比较陌生的变化 当然这个居平一呢 不一定成立 只是说有可能会走居平一 因为他毕竟这个居平二 没有交换处了 所以呢 红旗大师选择马八进九之后呢 黑方呢 也并没有依照常规选择了马二进商 而是选择泡八平九 这种下方呢 相对说呢 可以说呢 双方在这个开局方面呢 已经是斗智斗勇 黑方这时候选择泡八并九 明显呢 是避开了红方事先准备的开局套路 那么刘老师呢 也可以说呢 是红字的老师 那么对弟子的布局啊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泡八平九之后呢 红方呢 是泡八平七 然而是依照自己开局的作战思想 尽快亮出 红方这个九路鞠 这个一路鞠呢 是保持 保持机动 鞠平二 或者鞠平一 都在自己的选择范围中 黑方这时候 再打进三 鞠九平八 马三进四 鞠八进五 鞠八进五呢 可以体现出呢 红字呢 比较凶横这种棋风 那么红字呢 在05年呢 是取得全国个人赛的冠军之后呢 通过不断的比赛之后呢 现在呢 水平呢 已经提升于超一流的一个水平 那在比赛中呢 获得全个人赛冠军之后呢 接着又获得了五洋杯的冠军 那现在呢 可以说呢 是北方队呢 今年呢 也是转会到了上海队 那么面对 面对他的老师呢 胡老 刘老师呢 他并没有手掌 而是选择了激烈的一种下法 那是鞠八进五 如果你选择鞠八进四呢 黑方肯定趴平四 那也很显然 这个鞠八进四呢 计划就落空了 当然这个时候呢 选择鞠八进五 或者进六 进六呢 意识也不大 你当然你可以鞠八进六 但黑方仍然是选择趴平五 马踩中兵 那鞠八进五 很明显 持兵 你当然不可能向上进一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扒平 按照计划 居扒平期 马斯金 居扒平时 这几手棋呢 是在双方的布局的计算之中 黑方这时候 肯定不能居扒平时 这步一打 不是 再马上进四 站着起呢 红方是肯定有一定优势 居进一 这时候你就不能走居扒平 那队王之后呢 马踩白吃一个马 那肯定不行 那这样的局面下呢 红方呢 表面上来看呢 是先手吃多一个下 但黑方呢 由于这个子力非常集中 一路居和八路居 先亮出来 而且这个位置呢 黑方呢 是非常好 可以说呢 黑方这个位置 这个进攻状态呢 已经是呈现在局面上 你只能够走炮七平六 你这时候不能选择马上进五 如果你马上进五的话 一旦让黑方这个炮金式 进式一打过来 你只能够补四 补四次进五 那你这时候肯定不能四六进 而居扒平四 这个线 这个降门 让黑方站住之后呢 红方这个局面就非常危险 那如果你补四四进五呢 黑方同样可以考虑 居扒平六 或者居扒八进六 马上的旗呢 红方呢 看起来呢 会比较难受 也可以说呢 发展下去 黑方应该是比红方要好 所以呢 红方呢 就没有选择马上进五次 交换 选择炮七平六 这种是一种比较正确的选择 你的炮 在这里呢 很明显 在这个位置呢 是攻击性非常强 在这里呢 应该是说 属于防守的作用大一点吧 红 黑方是马 马踩兵 再得实力 黑方呢 肯定也不会选择马五进七 跟你这样对马 因为这样对马之后 一打过来 你再打 他向飞 多向多兵 红方呢 这个局面就非常乐观 黑方呢 一直呢 不选择炮五进五 除了不让你先手 向上进五 这个马呢 有着 向上进五 飞着马之外呢 它有原因呢 就是说 如果你打过来 他套紧平五 还有个马七进六 这样的先手 这个中炮 这个九路炮呢 一到中路呢 对红方 威胁呢 就更大 所以呢 黑方走居平四之后呢 红方见到这个局面下 如果让黑方 再走 居八进六 或者居八进八 居八进四 只要把居 能抬上来的话呢 这个局面 红方呢 想控制呢 他感觉呢 红之大师呢 感觉呢 就是比较困难 所以呢 见到这样的局面呢 他选择了 就是 嗯 好 没有 在这个局面下 塔西平六之后呢 黑方选 没有选择 马五退七 那么很明显 这部棋 马五退七 也是 就刚才 实习中的 所说的 马五退七呢 这部棋 是可以考虑 那实习中呢 黑方呢 是选择 居八进四 这部居八进四呢 可能呢 是 想把居 要尽快亮出来 当然 也可以考虑 马五退七 居八进四 这样的局面下呢 红方呢 就选择居平了 对居了 毕竟 这个居八进四 在居八进五对呢 这样的棋 交换下来呢 红方并不吃亏 那这时候 再选择 马五退七 不是 居一平四 这样居一平四之后呢 这个局面 马二进三 马三退 这个马呢 肯定是要 回马 因为这个回马之后呢 黑方 随时有个马 马五进六 卧槽马 叫江的七 而且通过回马之后呢 红方这个居七退五 走不了 这个局呢 很明显的暗处呢 对自己的防守呢 是非常不利 那么看到这样的 刚才红方是 不是 见到这样的局面下呢 红方呢 选择了 马三进四 这时候呢 红方觉得说 与其十手呢 不如放手一搏 因为 黑方这马五进六 或者说 逐七进一 让杜合过来 红方跟着防 根本就阻止不了 马三进四 黑方呢 也选择了 炮酒进四 好像看上去 红方一个马四进了 是不是踹双了 黑方是不是 下了一股臭气呢 其实不是 黑方可以炮九平五 如果你踩马的话 当然一吃 这个局面肯定是黑胜 你如果是出现 那他可能会选择 进炮 进鞠 进鞠呢 他马踩的话 他有个炮瓶 这样的棋 那就通过这样的交换呢 黑方呢 肯定优势 那如果你推炮呢 他可能会选择平 如果你人家平 他有个平炮 这样的棋呢 如果你踩 我一打 我们黑方呢 是肯定有一定的优势 你这时候不能打G 他打 你也不能打这个 打他吃 进这样的话 他马我进六 那一样是挺凶的 这棋 当然 如果你黑方不走 G4进士也可以考虑 马7退进 也可以考虑的一项下 所以呢 红方见到这样呢 他也没选择马4进 他选择的G4退士 如果你炮九平五的话呢 他有个G7平六 或者说马4进六 这样的棋呢 黑方是肯定不肯 炮九退了 G7进 冲冰 下一手很明显 逐气进一 红方呢 这时候呢 只能够选择马9退七 冲冰 他有个马4退六 黑方呢 就选择了G4平了 先避开你锋芒 你没有这个马7进六 这个先手 这样的棋呢 对于红方来说 应该是如何去应付呢 红方选择马4进六 强行进攻 其实下到这里 红方呢 除了马4进六呢 他也没什么好奇的 巨二进八 黑方现在一个非常严厉的手段 红方不可能再走马7进九 炮六退了 也不大现实 因为他随时马5进六 他先手教杀 那只能够马4进六 以功带手 不守过呢 走G2进八 G2进八 马6进五 一下子黑方就有局势崩溃 马7进六 G7进六 红方根本就 无法阻止 黑方这个G2进八 这不及 索性呢 就G7退一 那么G7平是中兵 马4进 马6进八 这两手棋 看上去呢 红方呢 这个攻势呢 也是非常强烈 黑方这时候 如果稍微一步手软的话呢 这个局面 可能黑方就会 一下子崩溃 黑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了 G2进八 非常强硬的一手棋 他并不怕你 红方G7平五 因为你G7平五 正如十字帐中 G7平五 马6退七 回马枪 整个局面 立刻显得 黑方这个子力呢 非常活跃 G8平之先手吃马 马7进五 先 踹G 红方这时候 G6平六 正常 如果你不走G6平六的话 你就 这些是没什么 那是肯定行不通 他马7进五 你一将 打将他做啥 打将他不是 也不行 那只能够G5平六 G8平三 下手 下到这里呢 黑方呢 通过 计算呢 他就选择了 G3退印 事实证明呢 这步棋呢 是正确 如果你选择 4六进五 那 红方一 一代一 炮打 炮打 然后 再 像7进五 马6进八 或者说 马7进五 这样的棋呢 红方呢 是可以满意 一跳 我最多就是炮6退一 退一步 没什么用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黑方呢 选择呢 是选择 G3退一 既然 这个局面呢 黑方呢 是不能选择 不是的话 那索性呢 就先把马吃 看你红方 究竟有什么 进攻手段 红方当然是选择的 G6进三 先手代将 那你做上 这个时候呢 红方 再打了两下将 那么像7比赛呢 现在呢 很多比赛呢 都是 每一步都有加秒 那么这时候呢 红方打两下呢 也就是说 打两下将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局面下 通过打将呢 也撞得了一分钟 因为一步呢 加30秒 所以呢 可以说呢 这些局面 对于红方来说呢 应该是说 一早已经计算好了 所以呢 选择马六进击 再先手代将 出将 这时候炮肯定要打 打他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局面呢 看上去呢 黑方这个兵 是 黑方这个将呢 是已经 上来 我们也知道呢 像其呢 这个将呢 最好呢 是在底线 一旦 在这个九宫之外呢 感觉上呢 就 会比较危险 但是呢 这个局面下 黑方由于呢 这个指令呢 非常集中 而且这个马 是防守 应该是说 这个局面 最大的防守攻城呢 就是这个黑马 他不但守住了 这个中路 你一打将他又不是 而且呢 这个马 还限制了红方 这个马七退路 可以说呢 这个局面 黑方呢 是优势 红方选择 军队平七 你当然 你不能选择 马七退路 马七退路呢 就 也就是说 把这个 最有 最大攻击性的红马呢 刺离了战场 那这个局面 可想而知呢 黑方取势呢 只是时间问题 那G六平七呢 很明显 他马七进路 先手带将 那这个时候 黑方 要如何 应付呢 不是 打将 那肯定不能 不行 回马 跳将也不行 当然你这个时候 如果选择躲驱的话 躲驱的话 是避免了 红方这个马七进路 先手带将 吃具了去 但是呢 这个骑走呢 我们选择不是 这个阵型 看上去 红方就 比较协调了 你如果跳马 他会打僵 而且他现在 随时有个跳马僵 再带僵 你坐下 他再回马 之类的 所以 黑方这时候呢 通过考虑之后呢 也是下出了一步 巧手 这步骑下出来之后呢 所以说呢 这个局面呢 就朝着黑方这个有力 倾斜了 就是马尔金六 很精妙的一首旗 你不说不能打将 你打将 他进将 你再打将 他再出将 你再打将 他再出将 那你居士 他马尔金七 一打将 你坐上 靠不久 是一打 绝上 所以呢 红方没有办法 看到这种下法之后呢 红方 他只能够选择 只能选择 炮六平式 打将 因为呢 这时候你又不能 四六进五 四六进五 他一打将 绝上 你又不能选择这个 唯一一种 解法 就只能够炮六平式 你自然的 黑方 马六进式 一打将 打将 只能坐上 将这里 他坐上 没用 瓶中炮 再打将 瓶中军一打将 红方呢 是选择炮六平五 炮四平五 炮四平五之后呢 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呢 这时候肯定是时间紧 因为现在的 象棋规则呢 红方呢 先手呢 是一 八十分钟 黑方呢 后手呢 是四十分钟 加三十秒 我不知道这次比赛呢 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时间 规则 但是呢 黑棋呢 这个时候很明显 肯定是时间紧 而我不时间紧呢 肯定是不会选择 居有退市 这样吃 吃炮的棋 因为居有退市 吃炮之后呢 被红方一连创的组合 那么就取得了胜利 这个时候呢 黑方只要 四六进五 可以说呢 红方想防守 已经不大可能 如果你选择 拘批平三 他就退市 打姜坐下 没用 少个止 红方是肯定输 而如果你不选择 拘批平三呢 选择泡平 六 可能也只能够走 泡平 因为不可能让 黑方就退市 吃炮 那么 黑方随便 就有平二 这样一叫三 你这棋可以说呢 就应该是输起 或者就有平一 就有平二 都可以考虑 甚至考虑吃炮 也是可以考虑 那选择吃炮呢 可以说呢 是制旁期最大的 败局最大原因 就是吃炮 这个时间紧呢 没有留意到 红方这个 马七进六 唯一连创的组合 追击腿 打姜 这时候肯定是 不可能是六进一 因为打决打 那肯定是 红方 引起 那只能够 降六进一 红方这时候呢 又下了一步 巧手 G7退了 他并没有选择 什么马六退 八马六退 机会 再打姜 吃嘛 那肯定不行 他G7退了 这个局面就非常巧 也非常奇怪的一个 在起 如果你这个兵线 没有的话呢 黑方 黑方跟马七进八 这个打姜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黑方是肯定要引起 但是正如 这个兵 在这里之后呢 反了 让黑棋呢 没有这步马七进八 这个局面就非常怪 你坐下呢 他一打姜 你再进来 他再一打姜 如果你坐下 他一姜 你只能坐进 他再一打姜 你不能出来 出来他一打姜 那绝杀 那你只能坐上 坐上他再回马一姜 出来 他这一打 这一打 也是红旗要引 那没办 没有办法之下呢 那黑方呢 只能硬着头皮 把马吃 因为下到这里呢 如果你不吃马呢 正如刚才所说的 也是书气 那吃马呢 看红方呢 究竟 最后的进攻手段 是怎样 红方 一打姜 坐进来 再一打姜 你不能出这边 出这边一打姜 出这边一打姜 你进来吃 也是输 那只能够出来 泡平式 非常巧的一个 嗯 杀旗 马六特 吃 没用 还是这个 居住平 平式这个 叫杀 黑方无法阻挡 只能够居住平 那一吃 那肯定是书气 那么在这样的 情况下呢 刘老师呢 也是任负 那么 资旗呢 双方呢 可以说呢 是搏杀的 非常激烈 黑旗呢 面对红方 这个开局 这个有意思的变化 开局次序之后呢 他选择呢 是更加主动 而且呢 是取得局面的优势 反光呢 红志 大师呢 他在开局呢 虽然是 受到一点 并没有取得优势 但是他在终局 这个搏杀之间呢 他也是显示出自己 充分 显示出自己 计算能力强的一种 特点 那么最后呢 也是形成了这个 本局这个 非常巧的一种巧胜 那么红志 大师呢 取得这场胜利之后呢 在 加州杯呢 也是 虽然是说 后面呢 是 取得了 没有取得冠军 但是呢 他 最近呢 势头 茂盛的非常快 那么在今年呢 也是转会到上海队 上海队呢 在不久 在过一段时间的 向甲开始之后呢 上海队相信呢 也是 今年向甲 最大的 冠军有力争夺子之一 那么看 这样 这帮棋之后呢 希望呢 大家呢 对 对 双方那个两个棋手呢 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谢谢 其 其我们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